见太宗 十丝术 微臣参见皇上 嗯 平身 皇上 微臣有要事禀告 哦 说吧 皇上 您是在干嘛 这 这是什么啊 哥 超酷的啊 这叫做 Angry Birds 是目前最夯的游戏哦 你看 我百发百中哎 陛下 可以等一下再打小鸟吗 最近好几个地方都有水灾 爱情此言差矣 这不是打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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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愤怒鸟 这可怎么办 皇上最近都在打小鸟和种菜 都不听我讲话 虽然现在天下比较安定 但皇上也不能荒废国家大事啊 想破头也想不出办法 搞得我快秃头了 有了 就这么做吧 诶 为爱情竟然有破关秘记 来看一下 我点 皇上 成功打小鸟 其实只有十个要诀 请听围臣一一道来 第一个 皇上如果看到很多想要的东西 要想到知足来自我警戒 想要盖好几栋101大楼 需要百姓当工人的时候 就要先想到适可而止 以安定人民 担心自己位高视为 就该谦虚一点 修养德性 害怕自满 就要想到江海居百川之下 却能够容纳百川 喜欢打猎游乐 就要想到三驱为限度 网开一面 不要赶尽杀绝 担忧懈怠 做事要慎使慎忠 怕被蒙蔽 那就虚心一点 接纳下属建言 想到谗言邪说的危害 就要端正自我 赤退邪恶 施恩于人民 但不可因为一时高兴 就胡乱讲赏 处罚人民 也不能因为北宋 就滥用刑罚 皇上还要任用有才能的人 我们文武百官 一定会拼死效命 这样 皇上躺着就能治国安天下 愤怒鸟 也会努力闯关成功 以报皇恩 陛下 您说是不是 这哪是什么秘技啊 但魏爱卿 真是用心良苦啊 该找众魏爱卿 打牌讨论国家大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